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延祺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看戏啊看京剧 今天要给咱们的这个大师兄捧场啊 年轻一代这个武生里面的佼佼者啊 所以特意来到了咱们的长安大志愿 因为我还找不到地方 我不知道在哪 所以我让小师弟来接我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看戏比较紧张 也不知道有什么注意事项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一起去给大师兄捧场吧 走 长安大志愿 哎我看到小师弟他们了 来者何人 来者何人 啊聚不上交 在下要去颐和戏社 参加热区英雄会 哎呦 哈哈哈 发起线怎么样 很好 Sorry 哈喽 师姐好 真的去不上交 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调到自动模式了 咱太白了爆光 哈哈哈 走吧走吧 走吧 为什么你爆了一个这个花呢 什么 你这是要送给 送给我们大叔兄送给他浓浓的爱意 我们现在这个剧院就是长安大剧院 做到一个北京的东尔环 我们一般的京剧昆雪 京平邦都是在长安大剧院 北京剧院很多 但是这种老牌剧院 一个是长安大剧院 一个是梅来康大剧院 还有剩下的那些小戏楼子 戏楼子就差不多有什么正义词 湖广会馆就是那帮 所以这种大一点规模的都在这演是吗 对对对 本来我怕我迟到了 我说你们到时候机场里不让用手机 不能用手机 但是有的戏它是版权原因 就不能拍 就不能拍 但是用手机没问题 有光亮什么的是可以的 是吧 就不要调太亮 也不会暗场了 不像电影音乐是吧 会暗场吗 会啊 会啊 后台是不是以后也不能拍 咱们后台能拍 有没上好妆的 就别拍人了 行吧 咱们就后台看一下吧 好的 走 短短两日不见大师兄已经是这个造型了 辛苦辛苦辛苦 来大师兄拿花 谢谢谢谢 哎呦这么多 特意来提前祝福一下你 演出一定成功 谢谢谢谢 看戏的话坐哪个位置比较好 一般看戏的时候 头三排其实是观感是不太好的 就跟电影院一样呗 没错 然后呢 差不多最好的是六排往后 六八排 啊 这是坐中间呗 坐台上看一些 哎呦 看着看着 哎呦 没事 没事 所以你平时都坐台上看是吗 我一般就是都在台上看 就是看戏能中途进去吗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但是没有说 你要迟到了啥子也没办法 就它会像电影院一样那种 就特别尴尬吗 还是 就会很尴尬啊 但是好多戏 它有转场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资深戏迷 你能知道 下一场什么时候转 木一黑 然后呢一打中间的锣鼓 然后再进进 跟着锣鼓进 哈哈哈 它是光潮点 大家撤台 这个每一幕每一幕之间的那个 插控性 像这一般都是不能演的戏进 然后呢 如果想进的话 它是如果是不是那种 无目的这个 那是那什么 那就是这样 不好意思 专业啊 太专业了 一幕两幕三幕这样的 戏的话那必须得 懂 它会把这个迟到的观众会 都聚集在一个 一个区域 然后呢 这一幕完事结束了以后 然后呢 快出快出 再把这方 奇怪了已经曝光了 全是知识朋友们 我人生第一次看戏啊 明星榜 有你吗 明星榜上有你吗 没有啊 这都是老艺术家 老艺术家们 哇 我看过王萍老师的野猪评 然后先吃饭去吧 你吃饭 你太敬业了 吃饭吃饭吃饭 你不能好 就是 你要是 对 你要是喊好的话 就显得你很外行 你这一天就是圈里人 懂了懂了 我也就是圈里人 哈哈哈哈 副中有两个学校 一个叫北系 北京系校 一个是博系副中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两边那个 每个学习 每个学习 没说完呢 我们这个两个学校的 这个叫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叫好的风格不一样 副中 副中 你们怎么叫啊 我们就嗯 对 嗯 嗯 对啊 然后呢 我们是那个 我们北京就叫 这 耶 没有 我们是 对我们就劲 劲 劲 劲就特别精彩的 就是一般就是翻根弄沙 你可以喊劲 学会了 学会了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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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人 我们所有这些野人 都是协议圈的 年轻人 哦 哦 我们假如原来的平均年龄二十七的话 我估计现在也就二十三四 都是小孩子们的 他们都是很多 第一次挑大量 他们太了不起了 把精进艺术发扬光大 谢谢你们 来精密舞台的 这个居然是软的 我以为它是个木头 你看这是个啥 会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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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个泡沫的 我以为是石头的呢 是的 这五美座真好 我舞台要也整个这个啊 我的天哪 我会呈的 是个泡沫的 我会呈的 谢谢观看